OK,早安啊,又是星期天了 哇,真的是西北快 我们今天讲,星期天都是讲比较简单开心的 不用让你们绞尽脑子去理解的东西 所以我们回到昨天那个课题 今天是最后一集讲水,也是讲到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我的白板还是没有太高 时间不够用了现在 OK,我们昨天讲到水,像碱性水 或者是矿物质的水,有放C&D的水 这些水我都讲说都是偏寒的 这个我们是逃不了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寒、凉、跟温热之间的食物的区别 从这边我们就带一点食物进来讲 像我们讲的C&D放水 或者你讲的是碱性水 你逃不了它都是属于寒凉的东西的 任何有矿物质的东西 它都会属于天寒的 为什么咧?我们先不讲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大自然界的标准 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讲蔬菜 今天我们如果去到巴萨巴萨 我们看蔬菜它卖的东西多少是寒凉的 多少是温热的 我刚刚我家昨天喝莲藕汤 所以我讲莲藕 莲藕 然后我讲说在之前我们有喝 我也喝那个白萝卜汤 然后我们讲说是 讲说紫菜 然后我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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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说金针菇 我讲说绿豆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偏寒凉的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边温热的 你去巴萨巴萨 有哪个东西是温热的? 姜 Ginja 是咖哩 蒜头 然后青葱 然后辣椒干 然后香菜 你看到那个差别了吗? 真正的你每天吃的 从西方的角度真正有营养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这边的 温馨食物 这样子看起来 如果我单单吃荆椒 每天吃咖哩 吃葱 吃辣椒 吃香菜 好像没有营养 它本身很少营养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奥妙了吗? 当你要吃到有营养 有矿物质的东西 有维生素的东西 你都是站在这边的 你没有办法跑的 你可以跑的东西 代表你吃了这个东西过后 你怎样用这一部分的东西 你来综合 我再来讲一个 像我们吃水果 你今天去买水果来吃 我们马来西亚 90%的水果全部是偏寒的吗? 讲说香蕉 很多 可能90%的水果 可能没这样少 可能20% 80% 20%的水果全部是偏寒的 全部是偏,才是温馨的 为什么? 现在来讲一下 这点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温馨食物的诞生 是为了让我们人类 怎样更好的去吸收到 含馨食物里面 所有的营养素 我知道很多人他会讲 有一本书叫做 万病死于含 所以人家每次看到含量的东西 看到含量 他都能免责免 这样我不要吃 如果啊 中医养生真的这样简单 含的东西不要吃 全部是温的东西 含的东西就是错的 全部都不要吃 都吃我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中医应该不会出这本书 因为到现在 含性食物应该不会写在中医书里面了 如果他真的这么差的话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 还是有人会去吃呢? 为什么人家会特地把含去提出来讲呢? 就是因为 含 是你避免不了的 而温馨食物啊 他的工作就在于 当你想要吸收营养的时候 我们人没有避免一定会吃到一些含量的东西 而你自己要怎样去调整 就是看你怎样用温馨食物 去为自己做出配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相辅相成 我再打一个比方 像如果我们在动物界里面 动物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残忍跟不残忍的 你讲狼虎狮子很残忍 如果没有狼虎跟狮子的话 其他的像柴狼 像那些鹿啊 不是长到满天了 长到每一个森林全部是鹿了 它还是要有东西 义物刻义物的 所以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也是一样 没有东西可以 stand alone 你要吃含量的东西 因为你要得到它的营养 你没有办法有营养的东西 有矿物质的东西 有卫生素的东西 像我们还有一个苦瓜 苦瓜更含 然后很多维他命C的西瓜 这些也是很含的嘛 所以你要得到这些营养素 我们身体需要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单单看这些东西来得营养 当你在获取这些营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会摄取一些含量的东西的 甚至很多含量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你怎样平和你自己 在这两个之间 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东西 我来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 以前我 有一次我病的比较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很偏激 温的东西 温性的东西吃很多 所以我的朋友就看到我生病的很厉害 他就跟我讲说 我个朋友那个朋友是63岁 他讲说金龙 虽然你对中医跟西医这些东西 有一点的认识 可是你要知道 整个中医里面 他有很多不同的学说 如果一个学说 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医的话 这样子为什么会有四大名著呢 为什么要有本草纲目 《伤寒论》 《黄帝内经》 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书籍 为什么 这就代表 没有一个人的论述 可以以偏概全 中医是有不同的中医师 不同的作家 不同的认知 不同的论点 而凑集而来的 人在每一个程度 每一个生活状态 每一个病症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利用不同的论述 来帮你做出调整 简单来讲 今天你觉得你这个论述是对的 可是这个论述 你用了一段时间过后 你觉得 哎呦 这个论述治不好我的病的时候 就代表你需要其他论述的支撑了 而这个论述 跟你现在用的论述 可能它也是相活吃的哦 很难理解 不要讲 我给你讲个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讲 驾车 我们驾车 如果你是买干渣的话 小车买干渣 可能人家讲 哎你不要每次驾快车 百二百车太快了 你这样子 那个车很容易飘 可能会伤到engine 因为它一直在maximum 一直去操作 不好会伤到你的车 可是啊 如果你可能讲你换到大的车 换到讲Lexus 换到讲Marserati 你不可能每天都是驾80 90 100的吗 我有个卖车的朋友跟我讲说 这种大量的车 好的车啊 你动不动要踩大油 动不动让它重新 会搞一下 踩大油让它冲 让它冲 让它冲 你的车会越来越没有力 哦 所以你看啊 当你驾小车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踩大油 不要飙车 可是当你一买大车的时候 你要经常踩大油 经常飙车一下 不要讲飙车 不好意思 还是要在时速下面 你要经常会 会利用你车本身的速度 不然的话 它的车会反的越变越没有力 所以它买Gangia跟买Lexus的时候 它对同样的东西 是有不同的概念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 万病死于寒 没有错 可是你不可以100%就讲说 这些东西我全部不要吃了 听到寒了 我都很怕 我什么都 我什么 一听到寒的东西 这样办呢 我可以不要吃吗 不可以 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吃 重点在于你这样从这边 再跟它调回来 OK 讲到这里 我就再提刚切领一下 我把之前我们讲的东西令到今天 从很开始 我们就一直讲寒气 我要吃一些辣椒 吃咖喱 增加免疫力 避免水果 避免太多的芹菜 这些寒性太强的食物 你可能那个时候 觉得这样子的寒性食物 我叫我不要吃寒性食物 我要吃温暖食物 这个是第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你的逻辑里面开始 每次吃饭你都会分寒跟温 寒凉跟温性食物 然后你会到一个程度 你每天吃温性食物 不吃寒不吃凉 你会到一个程度是你觉得 好像又不是很 很奏效了我这样子的方式 那你就会再来想爱我这个东西 警隆也是有讲过 有些东西也不可以太过去偏激 到过后讲求的是阴阳调和 所以这整个这样子走回来 你会觉得 是不是好像我懂的东西 一直都是相互排斥的东西 养生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在学中医 学养生的路上也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骑脚车这样 一下子偏这边 一下子偏那边 一下子偏这边 一下偏那边 不懂哪个对哪个 偏来偏去 偏来偏去 偏了几次过后 我就开始会骑脚踏车了 学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子 当你偏来偏去 偏到最后 你就找得到到底什么样的属性 什么样的综合 多少巴仙的含量食物 多少巴仙的稳热食物 才是属于你 养生的真正目的 ok 那我们现在在讲 另外一个东西 ok 这个也不是什么东西 这个主要是跟你们讲一下 我下个星期的一些活动 所以在26号的9点半 我们活动会在PJ的Starlings Mall对面 ok 所以9点半早上 跟7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2点下午 跟7点半晚上 ok 然后我们27号 会在8升附近 会在8升附近 靠近Shark Alarm那边 靠近Shark Alarm那边 那边 会在2点 到5点 ok 我们 我再来讲 下个星期我们也会有开始 我们的 开始运营我们的逆龄 Reverse Aging 就是逆龄Center ok 这个Center 会在KL 所以 我来跟大家讲几个东西 这个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looking forward的 我们这个Reverse Aging Center 当然 主要是为了我的Life Wave的Member 去给他们做一些Sales Training 给他们做一些产品的训练 给他们做一些销售的训练 可是重点是 我要把一些中医里面很多被遗忘的东西 从外国跟他带进来 我来打个比方 第一个叫做中华枕骨术 很多人觉得 一听到枕骨 是不是就是Center 我有腰痛我去KLK一下 我的手背痛我去 给那个CenterKLK一下 这样就好了 其实真正的中华枕骨术 它跟中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意思就是讲 那个枕骨师 他对中医的五行要有理解的 我打个比方 好的中华枕骨师是这样子的 你不用跟他讲问题在哪里 他讲你躺下 我来摸你的脊椎 他摸了你的脊椎骨 我会觉得 OK 我觉得你的心脏差不多要出问题了 你是不是经常心率不增 我摸到摇 你是不是经常小便不顺 我觉得你这些问题你要开始考虑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们在市面上没有听过的 可是在中华的医术里面 这个东西 是最高层的一个知识来的 OK 那我会再把这个东西再重新推荐出来 让很多的华人知道 其实我们中华枕骨术啊 他的精髓奥妙啊 是很特别的 当你的真正的 你从脊椎反映出你的健康 是最直接的 然后从你的脊椎骨 调整你的健康 也是最完整的 那第二 第二是防中术 OK 我从中学开始 我的理想就是 我要拯救世界 我要地球变得美好 然后我觉得要让这个社会变得美好的前提 就是家庭要和睦 那家庭要和睦的前提 在于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很好 你们可能会觉得 夫妻关系要好的 重要性就是钱 然后孩子的学费有 然后吃饭的钱有 老婆的allowance有 我可以讲 在我看过了这么多人 我的顾客都是成婚的人士 我可以讲 真正关乎夫妻关系的 跟钱没有关系 都在于防中术 就是男女之欢之士 我看到很多 哇 这个这样 有本事 这样漂亮的女孩子 为什么可能这样子的 鲜花插在牛份上 过后我就慢慢理解一些东西 我就开始了解 我们本土人 对于这类的知识都难以其耻 然后不懂得用什么正确的管道 去在这方面 去让夫妻关系更加和强 我可以讲 当这个东西 你照顾得好的时候 任何的金钱问题 都影响不到一段婚姻 而当你的这个东西 照顾好的过后 我觉得整个社会 会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 reverse staging center 除了赖费之外 我会用很多 我会召集很多不同 我在外国看到的 认识的 已经接近 冰临绝肿了 在这边听不到的 把它全部 开始带来马来西亚 那我们马来西亚的读者 有更多更广的养生知识 养生不单单只是喊跟热 养生不单单只是 针灸跟刮痧 养生跟中医 很大的东西的 这个我们慢慢会去讲 那我们这个event 我主打的是干细胞 OK 等一下大概下午的时候 我会再做个live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event 为什么你们值得来听一下 像你们知道我对养生的 对养生的热忱跟理解 我在外国的朋友 他们每次会给我很多不同的知识 养生科技 然后我每次一出国 我也会去往这种养生的展览去看 那我从外国看到的东西 不管是当地人先进国家 第一代发达国家的人的文明病 饮食错误 所带给他们的一些终身疾病 然后他们在外国 他们是用怎样自己的自然疗法 或这些天然的科技产品 去辅助他们重拾健康 所以当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类的知识的 所以通过这个讲座 我就要把我所看到的跟你们讲 我会跟你们讲 你们两年过后五年过后 你们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病 如果这个你不改的话 那如果你已经得到这个病过后 外国人是怎样医治这个病的 我也会来跟你分享 那这个活动的最后 我就会推一下我的公司 LifeWave 然后我们怎样用 这种sticker的科技 这种photo biomodulation的科技 去增加你自己的治愈力 然后通过治愈力 去修复 even你身体里面的器官 OK 然后你也会知道 像我在Facebook面子书经营的这一年里面 每一天都有四五十封email 问我他们疾病的问题 然后我会讲 从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些人的病症里面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你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OK 这个就是今天了 所以又是20分钟了 等一下我们大概三四点时候见